好下面呢我们看第五章 这个安全与环境管理 那么第五章呢 每年的正常安全环境的分数啊 应该是15分上下 15分上下 那么去年呢 考了个应该是 2017年啊 考单选十道题 多选三道题 考16分 应该是第五章历史上的最高分 这个就15分上下波动 对吧 第五章呢就是简单记忆性内容 而且这一章呢在今年那个教材修订呢 内容变化很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呢 是这样的 一分到两分吧 对吧 近几年来 14151617 都是考一个单选的一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我们看教材 这个205页啊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这个标题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啊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呢 这个标题界面的第四孜然段啊 第四孜然段啊 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第四孜然段第一行的后面啊 职业健康安全是指啊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工作场所内的啊 这个软工 这个软工 临时工 承包方人员 访问者和其他 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那么这是职业健康安全这个概念啊 职业健康安全这个概念啊 那么职业健康安全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有一个细节呢 请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哪一个细节呢 这个职业健康安全是指影响什么地方呢 工作场所内的 对吧 这工作场所内的 所有的人 他影响什么什么人 对吧 职业健康安全影响的是什么人的健康安全的条件和因素呢 工作场所内的所有的人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的 所以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一页最后一自然段啊 这页最后一自然段呢 第一行的后面啊 环境的概念 这什么是环境呢 环境啊 是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 这叫环境 好 我们看看例子啊 这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什么 这可以考的 是吧 就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 是吧 这太简单了 好 这个 我们看这个 教材2006月啊 2006月呢 讲那个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这个结构图 对吧 这个结构图 这个结构图是这样的啊 它可以处理考 就是这个这个每个细节 包括内容 对吧 这可以考 但是呢 它不属于重要考点 为什么呢 首先啊 第五章第一节本身 它的总分值也不高 对吧 另外这个内容就得记 也不太好记 所以呢 我们不作为重点要求啊 好 这是可以考的 对吧 你这个要素啊 这个实时润行里面 包括哪些内容 这可以处理考啊 可以处理考 但是呢 呃 有时间 有精力的统治 你看一下 了解一下 否则就算 因为我们这一节本身分值也不是特别高 对吧 另外关键是 它不好记啊 对吧 看教材207 啊 207 207啊 这个倒数第四次来断 这里有个核心要素 有个辅速要素 对吧 这个核心要素呢 是十个要素 对吧 辅助要素呢 是七个要素 这核心要素和辅助要素 可不可以处理考呢 可以的 考核心要素和辅助要素的区分 对吧 下来各项中 哪些属于核心要素 哪些属于辅助要素 对吧 可以出这个 单选多选都可以考 而且呢 是我们这一节里面 相对来说考的比较多的一个考点 啊 这个呢 呃 没任何道理可讲 这就得记 对吧 就得记啊 啊 也曾说 朱老师 你这个能总结一下 能分析一下 分析不了 没没什么规律 啊 这就得记 这个 那么记是好不好记 但是肯定是不好记 对吧 肯定是不大好记 但是我对同志们建议是这样的啊 我们国理 这个地方是可以考的 对吧 但是我们国理这门课考是通过 对吧 你可不能靠 你说我把这个玩意印记住 我获得这个分数 你可不能靠印记他 为什么他太难记了 啊 太难记了 呃 记力超强的同志 可以尝试一下 否则就算 啊 但是是可以考的 我们看个例子啊 对吧 现在直接进行安穿管理体系要素中 不属于核心要素的事 对吧 这是靠核心要素 辅助要素的区分 对吧 是可以考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呢 首先啊 看教材209页 209页啊 第二自然段 教材209页 第二自然段 第二行的后面啊 该模式是由策划 支持运行 绩效评价 改进 构成的动态巡化过程 对吧 就环境管理体系 它是什么样的动态巡化过程 这四个细节 这个可以处理考 这我们要求同志们记一下 为什么这简单呢 对吧 这个啊 需要我们记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 教材放到 210页 职业健康安装 环境管理体系 它的特点和要求 对吧 特点和要求 特点呢 很难考核 我们来看这个 建制工程 职业健康安装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 在210页到211页 对吧 写着这些一页的篇幅 这里呢 是这样的 有几句话呢 很喜欢出综合体考 很喜欢出综合体考 这么几个细节 我们要去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首先呢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1这个标题 首先我们看 建制工程项目决策阶段 对吧 决策阶段呢 这个标策第一行啊 请标记 建制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建制工程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办理各种有关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 好 我们讲呢 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 对吧 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 那么 需要去办理 那么谁去办呢 建制单位去办 对吧 建制单位去办这个手续 建制单位去办这个手续啊 这个是很常规的要求 我们后面讲第六个章 讲合同啊 我可以讲这个问题 对吧 各种手续一办 就建制单位去办 对吧 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呢 也得建制单位去办 这个细节很简单 对吧 大家有个很隐蔽的考虑 你得要注意 我就问大家 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 需要建制单位去办 对吧 那么是建制单位在什么时候办的呢 决策阶段 我们讲一下 同学们 我们很少有说 在决策阶段办手续的 是吧 很少有说 在决策阶段办这个手续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按照我们这个教材 是说的 建制单位在决策阶段 要办理安全和环保的审明手续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呢 对同学们的要求呢 这个 就一句话 注意一下 对吧 我们看这个设计阶段 这个标策阶段 第二次人段 设计阶段 这个标策阶段 第二次人段 第一行 在进行工程设计时 设计单位应当 对吧 应当干什么呢 再看下面一方 对防范 生产安全事故 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对吧 就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 在事故的安全生产 安全管理 他说要做什么 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对吧 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下面一边 对采用什么 新结构 新材料 新工艺的建设工程 设计单位 应该在设计中提出 保障 施工 对人们 安全 日方生产 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要求 什么要注意的 就一个小问题 就设计单位 就施工的安全生产 安全管理 他说要做什么呢 提出意见 提出建议 对吧 提出意见和建议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 作为一个选项出现 单独考 考不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 首先是211第二行 211第二行 这是依法批准 开工报告的 现在工程 介绍单位 一档子开工报告 批准致起15日内 将保证安全事故的措施 报 公程司材力 限制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被安 这个15天 对吧 15天去被安 这个15天要注意一下 好 这15天呢 2017年考了 2017年考了 接下来的单位 应该在15天 就被安 对吧 好 还有一个细节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考的简单 直接考15这个数字 对吧 那么考的 哪一点怎么考的 就问你啊 从哪一天算起15天 从哪一天算起15天 是从 开工制起15天呢 还是开工报告 被批准致起15天 是开工制起15天 还是开工报告 被批准致起15天呢 开工报告 被批准致起15天 对吧 从开工报告 被批准致起15天内 去办理这个备案手续 对吧 好 然后呢 211页第四次染断 211页第四次染断 第一行的贺民 有这么一句话 企业的代表人 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负责人 项目经理 是施工项目生产的什么 主要负责人 对吧 一把手抓安全 谁的官最大 谁的安全负责 对吧 那么对于施工企业来讲 谁的安全负责 企业代表人呢 对吧 项目部呢 项目经理啊 对吧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 好 再下面咱们 在下面咱们的地方 介绍工程实行总成包的 由总成包单位 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副总责 并自行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 主体结构 能不能分包出去 主体结构能不能分包出去 这是不行的 对吧 主体结构是不能分包的 对吧 然后呢 这次呢 第三行 分包单位 不服务管理的 承担安全事故的 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总成包和分包单位 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 承担什么责任 连带责任 对吧 总包和分包承担什么责任呢 不管是质量还是安全 都是一样的连带责任 对吧 好 这个 下面呢 我们看验收市运行阶段 验收市运行阶段呢 首先是这个标题上面啊 这个 第一则人段 第三行 有个三十件 对吧 下面军工以后啊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应该在车导申请环保 设施军工验收支援 三十件内完成验收 对吧 这三十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下面呢 还有三个月 对吧 下面再来的则人段 还有三个月 就是对于 需要实生产的 对吧 需要实生产的 那么应该在投入实生产 支持期三个月内 升起中约收 对吧 三十件三个月 好 那么 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细节啊 可以考其中一个细节 也可以出综合提考 也可以出综合提考 我们看几个例子 好 在建设设计工程项目的决策阶段 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阶段 建设单位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任务 包括决策阶段 干什么呢 决策阶段 建设单位的任务 你办手续啊 办什么手续呢 安全与环保的 什么手续啊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A 提出生产安全事故 防范的制造性意见 那是设计单位做的事情 设计单位做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A不对 B 办理有关安全 有关安全的各种审计手续 对不对 正确 C 提出保障 施工作业 安全日发生产的事故 建议 提出意见 提出建议 都是设计单位做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C也不对 D 办理有关环保的审计手续 你看 再次把书上一句话给拆成两个选项 在决策一段 建设单位要办理 安全日环保的审计手续 对吧 E 加保着安全事故的措施 把有关部门备案 这是决策阶段做的事情吗 备案是建设单位去备案 但是这不是在建设单位的决策阶段 而是在什么时段呢 什么时候去备案呢 同学们 应该是在施工阶段去备案 对吧 开工报告 比如日期 15日内去备案去 对吧 这不是在决策阶段做的事情 对吧 所以大家应该选 D和D 再看这个例子 多少天那去备案 15天吗 对吧 很简单 开工报告 被批准置起 15天内去备案 对吧 好 再看个例子 关于施工总统报单位 安全责任的说法 证据的是 A 总统报单位 在施工县段上 安全事件负总责 对不对啊 对啊 A就是答案吗 B 总统报单位 项目经理是施工企业 安全事件第一负责人 企业 安全事件第一负责人 是企业的代表人 法律代表人 对吧 项目经理 你只能管项目部啊 对吧 这是常识 C 业主方的指令 分包单位 可以不服从总包单位的 安全事件管理 只要你是分包 你就得听总包的 对吧 你就得听总包的 总包要对分包进行管理 而且分包出了事 总包还得负责任 对吧 我们第一章就开始讲 这种东西 D 分包单位 不服从管理 总是安全事件事件的 总统报不承担责任 连带责任呢 跑不掉 分包出了事 总包跑不掉 肯定要承担责任 对吧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 下面一个内容啊 就是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首先呢 我们看教材的212页 212页 212页 下面呢 阿拉伯数字7这个标题 体系文件的编写 对吧 体系文件的编写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212页的倒数第二刀的段 212页倒数第二刀的段 体系文件编写的软则 职业健康安全是环境管理体系 是系统化 结构化 程序化的管理体系 是遵循PTCA管理模式 并且以文件作为支持的 管理制度和管理的什么 办法 对吧 这个 那么这句话呢 那可不可以处理考呢 可以 实际上啊 前面这个系统化 结构化 程序化 对吧 还有这个PTCA 这个呢 可以处理考 但是考的可能性不大 要求同学们要注意的细节就一个 我要求同学们注意的细节就一个 就什么细节呢 就这个体系啊 是以什么作为支持的 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是以什么作为支持呢 以文件 对吧 以文件作为支持的 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以文件作为支持的 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管理手册 213页 213页 第一行 对吧 管理手册 是在整个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描述 对吧 整体性描述 然后呢 看这一三段第二行 这一三段第二行 是管理体系的 钢领性文件 对吧 钢领性是三个字 你要注意一下 管理手册啊 是管理体系的钢领性文件 钢领性文件是什么呢 管理手册 对吧 管理手册 然后呢 213页啊 中间 213页中间啊 单括四这个标题 作业文件 作业文件 那么这个作业文件 这个内容我们要去绘 作业文件的内容 它是这一节 也是经常考核的地方 作业文件的编制 这个编号什么地方啊 作业文件 甚至管理手册 程式文件之外的文件 一般包括作业指导书 作业指导书呢 也叫做操作归程 对吧 管理规定 监测活动准则 和程式文件 用的什么表格 作业文件包括的这种啊 作业指导书 管理规定 监测准则 还有呢 程式文件 用的表格 是这一节呢 考多选拟 考的比较多的地方 考了好几次多选拟 我们要去绘 我们看看例子 职业健康安装管理体系 与环境管理体系的作业文件 包括 A 操作过程 有没有 有啊 操作过程就是作业指导书嘛 对吧 B 程式文件用的表格 有没有 有 C 管理手册 这肯定不对了 它是管理手册 程式文件之外的文件 对吧 D 绩效报告 没有 E 监测活动准则 有没有 有 对吧 所以大家选A B E 好 然后呢 我们看213 下面2这个标题 职业健康安装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 运行呢 这么几个细节 注意一下 首先呢 就是这个 运行这个标题 第一次来断 体系运行 是指按照 以建设的体系要求实施 其实施的重点 包括 对吧 其实施的重点 包括 什么培训意识和能力 信息交流 文件管理 执行过程序 监测 不符合 纠正预防 措施记录 对吧 这个体系 运行的重点 这个内容 体系运行的重点 这个内容呢 可不可以考呢 可以 可以处理考 可以处理考 但是呢 可以考 不属于重要考虑 了解一下 对吧 我们看这道题 对吧 它是 重点是 为了什么开展活动 为了什么开展活动 是可以处理考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这一节呢 这个东西 实在是说实在是 太难记了 对吧 能记力很强的同志 你可以尝试记一下 否则就算了 太难记 可以考 但那不是重要考虑 214页 214页呢 讲这个管理体系的维持 管理体系的维持 两个概念 一个是内部审核 一个是管理评审 我们首先看内部审核 内部审核 这个必要是什么地 内部审核 是组织对其 资深的管理体系 进行的审核 是组织 对其资深的管理体系 进行的审核 然后呢 这三段 第二房 是管理体系 自我保证 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 对吧 管理体系 自我保证 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 是什么呢 内部审核呀 对吧 好 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 对三段的第一行 管理评审是什么呢 是组织的最高管理者 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知道这么多就行了 他是 是什么人来组织的呢 组织的最高管理者 对管理体系的 系统评价 这叫管理评审 对吧 好 我们看看例子 关于职业 就看按照管理体系 内部审核的说法 证据的是 内部审核 是在相关的法律 法律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那叫合规性评价 但是呢 这个 合规性评价 他在我们这门课里 一次都没考过 对吧 只能在这个综合体里面 作为一个凑数的选项 对吧 所以A不对 B 内部审核是管理体系 自我保证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 对不对 正确 对吧 C 内部审核是最高管理者 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那是管理评审 对吧 那是管理评审 D 内部审核是管理体系 接受政府监督的一种机制 不对 所以答应该选 选B 官员是职业经常按照管理体系 管理评审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管理评审是接受政府监督的一种机制 也不对 对吧 B 管理评审是最高管理者的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对不对 正确 C 管理评审是管理体系作保人做监督 作保人做监督 那只要内部审核 对吧 大家看这道题 内部审核管理体系 总是互为干扰相的 对吧 就这么两句话 注意一下 好 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就讲完了 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的 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内容 有好几个地方都说印记 那当然难度比较大 对吧 但是呢 它本身分值就一分到两分 对吧 近几年来都是考一个大学的一分 它分值不高 对吧 我们刚才讲了好几个地方 是说印记的这个内容 对吧 这个 我们讲了 如何取舍 你根据自己情况的决定 对吧 如果你机力很强 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 这是大多数同志来讲 应该说 我们管理这么个考试通过 对吧 你不能靠印记 第五章第一节 这个什么核心要素 辅助要素 对吧 十个核心要素 七个辅助要素 这太难记了 对吧 另外呢 印记什么 实施的重点是什么 印记这个 我们考试通过 不能靠印记这个内容 对吧 而且呢 我觉得啊 第五章要拿分 不能靠第一节 后面几节呢 拿分的难度呢 相对来说 没有第一节那么大 对吧